哈喽大家好,我是Amy 上一期的视频带大家参观了Kelona Upper Mission Trailhead社区Karrington Homes的第一个展示间 那今天我们接着来看第二间 那这一间呢我们再去看一下它也是同样的show home 但是呢它底下没有suite 所以说可以看一看Karrington呢把楼下的这个空间有没有怎么更好的利用跟设计 我们看到它的这个外形的话它其实也是比较tradition的那种modern farmhouse 所以跟刚刚呢偏现代一点的modern contemporary还是有一点的区别 我们进去里面瞧一瞧 那这一间大家进来是不是感觉跟刚刚的风格稍微有一点点迥异呢 我很喜欢它一进来右手边的这一面墙 again它还是做了一点基本的这个装饰去贴了这样的一个边 然后呢顶上呢这个foyer进门也是这个挑高的 而且它那个地板斜拼的这样的这个方式我自己个人更喜欢一些 那进门同样之前的那间show home呢是做成了一个卧室 它这个空间呢还是可以做卧室 这一间呢是design成了这样的小办公室 那可能也更贴近一点现在大家工作和生活的这个方式 然后呢带这种双开门的这样一个柜子 如果不想要这样子一层一层的话呢这个也是可以拆掉 改装成这个衣柜还是很方便的 这样刷的有点奶油灰色的这个门也是挺漂亮的这个颜色 这一层呢它的颜色其实主要是用白色和圆木色 所以呢它房间里面我觉得整个房子的气质就更加的这个温柔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它用了这样子hood panel去装饰了这个顶 很简单但是还是很漂亮 配应它边上淡灰颜色的这个fireplace的这个框框 以及它brick的后墙 多了一点vintage的味道 counter space呢也是跟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一户它的counter很大 然后这一边的话sink的这个位置 它做了一个内嵌的这样一个设计 那我们平时其实清洗啊包括实用的时候 我觉得更practical一点这样的设计 冰箱上面呢其实我个人还是更喜欢刚刚那样子 就是通通built in的设计 当然啦它选的这样冰箱也是很好 现在很多人还很喜欢那种透明的 可以看到里面就是摆放的那种冰箱设计 边上的这个酒柜比刚刚那个fancy一点 因为它可以更好的做一个温控 上下上面我看它对放的酒的品种也不一样 那这个橱柜里面的设计呢也是直接可以把它拉出来的 所以我们放饮料放东西的时候就很方便 不用担心东西如果在深处的话就够不到 和刚刚那一个相比 它的这个厨房不在传统的当中的这个区域啊是被挪到了这个侧边 然后在侧边这个下面橱柜的位置下面开了两个小窗 这样的这个设计其实倒不是特别常见 然后这个stove呢没有刚刚那个那么fancy吧 就是我们一个传统的四眼的这样一个枣头 那橱柜的这个把手上还是做了这样子黑金色的金属色的这个设计 里面呢还是一样有一样的那个可以放pot的这样一个位置 然后这个房间里面的这一些装饰 我注意到它的这个灯饰 比方说在dining table这边呢 有点像以前中世纪的那种蜡烛 然后它的这个kitchen counter上用的也是同样的这个style again就是很vintage 它所有的这个装饰和它的细节都是很呼应我们刚刚说的modern farmhouse的这个细节 那与之对应的pet friendly的细节呢 这一边除kitchen counter边上还放了一个专门可以放猫盆狗盆吃饭喝水的地方 然后还很有意思就是在这一边我们的这个储柜边上还留了一个空间 专门可以摆狗狗的这个狗窝 真的是无处不在 一开始看到我以为是真狗吓了我一跳 然后我们移步到去这一边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主卧 那主卧的这个朝向呢也是跟客厅的这个朝向一样 很大的这个大窗户 这边它后面的这个墙上也是做了这种竖条形的这个木板 然后呢这边又是木质的这种拉门 走到洗手间里面去 还是很喜欢它这种风格 因为它的这个地砖蜂窝式的 然后大家如果前面留意可能看外面房子外面的这个影像的这个时候 也能注意到它的这个玻璃和它的shower的这个玻璃 风格也是保持一致 那里面的这个setup还是稍微我个人感觉有一点点odd 它这个浴缸在两个分开的sink的这个当中 当然实际用起来上可能还ok 只是我还没有习惯这样的setting 然后它这个橱柜也很漂亮 它这个竖条形的板是跟我们刚刚床后面看的那个面板是一样的 然后这边采用了这种金属色的圆形的扭扣状的 这样的一个handle 细节还是很漂亮的 洗手间呢这边做了干湿分离 然后这边再走进来一个walking closet 这跟刚刚一样它这个灯都是自己亮的 对而且连洗手间的这边它的顶上也是有这样的wood panel 我很喜欢它的这个consistency 而且Karrington在staging上面的确是花了功夫的 一边看到有别的客人进来都在赞不绝口 因为展示间呢有其他的客人 所以我们走的这个顺序呢 会稍微奇怪一点 我们刚刚其实这是进门右手边的这个位置 它还有一个two piece的这样一个客位 然后我觉得是一个我很想在我自己家也装的一个东西 就是狗狗宠物专门的这个shower 自己家里有狗的人肯定都知道 有的时候经常要送去那个宠物店 一是觉得如果有那个pet cough的话又不放心 然后自己家里这边一个地方省时省力 洗完可以直接冲可以直接吹很方便 然后这边连着的就是我们的这个laundry room 我们现在其实等于是绕了一个圈 因为我们这个空间的话就是 挨着kitchen的这样一个service room和storage 可以把它想成一个大型的open的pantry 放东西是非常足够的 对这样一个loop绕回来 我们就又回到了客厅 那现在可能大部分的这个朋友呢都会比较偏好home有一个suite 因为这样子可以当一个mortgage helper 不过有的时候实际上其实在结合个人生活上的这个需要很多自助类型的这个买家 如果有选择的话 其实像这样子底下没有suite 就是说一整个房子都供自己使用的 还是非常讨喜的 我们来看一看它底下设计的怎么样 那我们先往这一边走来看第一个房间 那这边呢就彻底是一个娱乐室了 做了一个小的这个隔间 这一边的话呢是做一座简单的这个gym 然后呢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golf simulator 那其实这么一个大屏幕的话 当然你不玩这个不喜欢玩golf也可以做很多别的这个设计 但是我已经可以想象如果我是自己在这一边的话 肯定会跟朋友玩得很尽兴 然后它的这个右手边也就是我们golf simulator的这个对面 它有很长的一个这个counter 很像我们在外面如果说在吧台喝个小酒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separate的这个screen可以去看 一边玩一边喝 这是一个很neat的这个design 完全自己在这个房子里面住的舒舒服服 所以就是看您生活上更需要多少的空间 怎么样的这个lifestyle 好我们接着看 然后呢它这个厅也是比较的这个宽敞 那Karent呢他们的这个设计其实还是有连续性 它当中呢加了这么一堵墙 放了一个装饰性的这样一个壁炉 但是呢又给我们有效的隔离了这个空间 这边的话它现在是放一个乒乓台 但是如果大家有别的这个想法的话 放任何别的娱乐设施 或者有朋友喜欢在这看书 底下那么明亮空间那么宽敞 也是很舒服 然后这一边的话呢 让我想到了他们在Ochart的那个show home 很长很大的这样的这个沙发 有点像我那按摩时候躺的 Anyway我想表达的就是在这边肯定会很舒服 可以跟朋友躺下来 边上你看它有side table 我们喝一点小酒来一点snack 你看其实阅读coner已经right here了靠着窗 你有外面很漂亮的这个风景 然后呢这一边如果因为很多住在Upper Mission的朋友可能会有这个小朋友如果可以见泳池也是非常的不错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这一边是有两边两间这个对着的这个卧室 先来看第一间它的这个朝向呢是朝着我们的这个backyard大窗户 其实不用开灯采光也会非常的好 夏天的时候可能或者等后院的时候那个landscaping finish 我觉得会很漂亮因为小朋友可以在后院嬉戏玩耍游泳池里 然后这一边下面的话大人也可以做一些自己的这个事情 当中呢这边是有一个shared这个bathroom 也是坐的这个洗手间的这个马桶和这个淋浴房 它单独坐在了这一间房间里面 两个double sink 它这边也是用了一样的这个handle 圆形黑金色的 和它这边sink颜色保持一致 非常的漂亮 边上呢挨着有另外一间稍微来说更大一些的这个卧室 这个也是放了一个king 两边放了小的边上的这个床头柜还有一点空间 我觉得它的这个closet好像没有上一家看的那么的深 不过用起来也足够了 所以啊这样的房子其实如果是一家三口 even with parents 我觉得这个空间会自住的非常的舒服 那边上还有一个unfinish的这个space 它是连通着furnace room 但是这一边呢也是看大家自己的idea 如果你想把它finish 呃或者说做成一个什么小蛋 or even是你这一边你可以就拿它来当storage 空间还是挺大的 那视频的最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trailhead周边的环境 无光山色自是不用多说 开车两分钟即可到达2019年 政府花费38.1M建设的 canyan fall middle school 不仅如此 目前affermission也在打造 占地7700平方米的commercial center 相信未来会为居民提供更多的便利 今天的视频就先介绍到这儿啦 下期见 下期见